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蒙探家族变男人帮?网传蒙探二新阵容,养子不去,有人叫好。 明珍在历经整改和幻名风波之后,近期,终于是顺利开拍了, 虽然在阵容上没有办法满足粉丝,双北难拒,鬼鬼难回。 但好在这么多记绊下来,有的艺人即使不是飞行嘉宾,通过多次探案, 也被认证为是节目的灵魂,所已有两位缺席,对于节目而言不至于是山穷水尽的程度。 这种能变通的是好的,而对于形成了固定家族的栏目而言, 换人就面临着节目热度下降的分风险,跟电视剧第二部换人拍是同样的道理。 在其他综艺M代陆续宣布,常驻之后蒙炭2的全新阵容被也曝光了出来, 看到网传名单,网友真诚发问, 杨子呢?蒙炭家族变男人帮?姐妹团双双不在。 最新一版的名单上只列出了四个人的名字, 杨迪杀义、孙红雷黄子涛,是原版阵容中的男生MC, 姐妹团纳英和杨子并未出现在上面。 从栏目的内容上看,玩的模式是当下流行的实景剧本杀, 此类游戏市面上在性别分配这一栏, 基本上有男有女,除开一些特定的本子之外, 因为不是特别设计的故事里,角色需要人扮演, 而反串是不太建议的。 综上,在一定程度上悬疑综式常驻分配, 就该是第一季的样子,如今蒙探家族要变男人帮, 部分粉丝还是接受不了的, 换而言之,要是把女MCT换掉了,家族就不是原汁原味了。 杨子不去,有人叫好。 杨子虽然在节目结束之后, 录制了官宣第二季的VCR, 但关于他是否会继续参加的话题一直争论不断, 首先他是演员, 而后才是综艺人, 拍完时长六个月的电视剧之后就马上进组电影, 他对于演艺事业的上心, 是知道了都会觉得是劳魔的程度。 他不去, 评论区有的是人叫好, 大家提到的原因无他, 只吵CP这一样。 在节目欢乐颂主题中, 黄子涛和杨子扮演的人物刚巧就是一对, 所以全程两人都是情侣姿态, 加之两人都是对人王者, 一言不合就阴阳怪气对方, 氛围看起来很是有趣。 所以在这期节目之后, 有人就磕上了这对, 于是就出现了经典的VV粉和CP粉之论战, 后者希望能看见两人多多合体, 但前者只愿意看见自家偶像搞事业, 所以这分歧就来了。 其实抛开CP元素不讲, 两位的综艺感确实适合带在一起录制, 那么,就期待下一季的蒙探家族了。 杨子中餐厅剧透, 关掉十几美颜后, 终于明白为何他们只能做朋友了。 有很多人的从杨子或是小韩的情况下, 就逐渐喜爱杨子了。 之后杨子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以后, 产生了许多杰出的著作, 这一有整体实力性情又好的小花, 就拥有大量人喜欢了。 尽管杨子看起来并不是小花中最漂亮的那一个, 可是杨子的活泼开朗, 或是很有攻击力的。 杨子尽管是一个小童星出生, 可是他的手上没有一点娇气的气场, 只是像一个普通女孩一样单纯性讨人喜欢。 就这样的性情, 才让杨子从极品美女的演艺圈中出类拔萃。 杨子视频录制的娱乐节目中参馆已经开播, 在这个娱乐节目中杨子仍然激发着他的个性优点, 给综艺节目提供了许多笑料。 可是这仅仅是在电视机里面见到的杨子, 真正的杨子却不充分是那样。 在网民中参馆的TOW剧中, 杨子就展示出了真正意义上的相貌。 如今的电视连续剧都是会有很大的PS滤镜, 而娱乐节目里边的只能更为浮夸。 在一些小细节的相片中, 杨子的身形缺陷就露出得很显著。 过路人爆出的生图中, 没了十级PS滤镜的杨子身形也是惨不忍睹。 尤其是看见杨子有一些和女星真实身份不配的粗大小腿肚, 有粉丝就吐槽说我终于明白了为何男星都能和杨子做朋友了。 他人每拍一部戏全是和男主角传来感情, 而杨子最终都和男星混到了好兄弟。 在杨子抵达中餐馆的第一期综艺节目上, 杨子就表明自己要减肥。 并且从杨子一直用着的这一手机套, 也可以看得出杨子要想减肥的急切愿望。 女人和男人的审美观全是一样的, 杨子也要想狂瘦来有一个好的身形。 杨子和减肥早已抗争好长时间了, 在2019的情况下杨子就早已在微博上面表达过自个要想减肥的情绪。 杨子在生徒的情况下并没有经修徒上的这么漂亮, 狂瘦不但是杨子的心愿, 也是每一个普通女孩的心愿, 期待杨子可以早日减肥取得成功, 生徒和经修徒一样美。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